大家好,我是阿澤 今集講的東西是關於教育小朋友 要贏在起跑線上,就要是提早開始學寫字 有網民日前的討論區發文 她媽媽經常教一歲的孫子認字 甚至是捉著寶寶的手掌握筆學寫字 並且希望在她上幼稚園和小學之前 能夠打好中文基礎 然後專心學英文 即使樓主以太小學寫字 會影響手掌法育為理由出言雙犬 但她媽媽依然不理會 甚至以一個無奈的理由解釋過去 這一名網民在香港討論區 以媽媽經常逼我姐姐的一歲兒子學寫字為題發文 說她姐姐去年生了小朋友 由於她們夫妻都要上班 平日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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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母親的回應就是她婆婆 因為她是個孫子 就是她的老母 婆婆 婆孫的關係 母親的回應令到樓主非常無奈 又怕她遲早要求孫子在小學之前 就已經懂得背乘數表和字典 可能還要教孫子左右開工 用腳寫字都不出奇 這麼狗狗狗說話 你老母用腳寫字 欣宜就要求問網民 應不應該向姐姐報告讓她留意一下 始終這些東西會影響小朋友一輩子 這些人真是垃圾殺掉 這些人真是廢人來的 其實我覺得真的不應該這樣拔苗助長 做什麼交易 根本就沒有必要這樣做 我覺得有時候 我都不知道怎樣形容 我覺得很多東西是講緣分 你無論勉強 她跟那樣東西有緣分 她自然就會成功 你老母水到渠成 不用強求的 也沒得強求 你逼勾人 扯勾人 只要有反效果 讀書這些有緣就會讀的 是吧 我有個兄弟 讀得到中一不能讀 走出來行困滑 然後撈不成功 做回正行 做做一下突然間 她就黏起條根 走去讀書 然後考DSE 進入大學 她未緣分到 緣分到 緣分到 我自然就會讀的 如果像我這些傻子 從小到大 家人又幫我溫密書 又請補習 單對單補習 然後我中一那些 考得不錯的 方溫那年都OK的 但我中二那年 就覺得很煩 不想再讀 到今天我已經忘記了 那些什麼傻子 代數呀 計算那些什麼 三角形呀 什麼細形那些角度 屌類老母 浪費了 哪些已經忘記了 已經 什麼英文那些 我簡直是 認識他老鼠米奇 是吧 你說你讀到書的 有心機就讀一下 我覺得讀書就沒有壞的 但是你要看緣分 很多東西 沒想得逼的 就算這件事 都傻傻來的 一碎逼狗讀書 傻傻了嗎 有些這樣的家人 真是陰狗公呀 這些所謂長輩 如果你真是為了小朋友好的 你就賺多些錢 明天你死了 就留些東西給小朋友 是不是這樣說 好過你逼狗讀書 沒意思的 是吧 你為人好的 你真是為他好的 你留多些財產給小孩 別人在狗嬌 踏白做些暗狗事 然後就說為人好 最實際的 是吧 你想他未來好的 你想他條路走得舒服一點 你不就留很狗 拆多錢給他 一定 最主要都是教他做個好人 還有留錢給他 我覺得 你真是想他好 而不是不停地逼狗人 做一些人不想做的事 幹什麼 你這樣是為了他好嗎 你只不過是滿足你自己 你媽 真的很狗實際 你看到那些狗樣子 你媽 經常說 逼兒子學琴 學什麼學物 你媽 失懶爆了那些興趣班 根本就沒有興趣的 人家根本就不想 不想學 你逼狗他做什麼 沒有意思的 是吧 如果小朋友 對某些東西有興趣 你是支持他去學的 那這些就是興趣班 是吧 但是你說不是的 小朋友 根本就不說 幹什麼 又來 又興趣班 我想去公園玩都不能 不停上興趣班 不停補習學 你幹什麼 你逼狗他 然後他跟你說 媽媽 我不想這樣 你就跟他說 我為你好 我 你幹什麼 你那麼喜歡攀比 你不想你自己 你不想你自己 你那些 我不想知道 你不想跟誰攀比 你跟人攀比一下 人家屌你 那個就留五層樓給兒子 這個留三層 屌你 那就是為了兒子好 沒有想得輸的 這些我告訴你 不是我貪錢 是個現實是這樣 各位網友 我很公道的 現在大家屌你 想想想 如果譬如現在你爸爸跟你說 我為你好 就是他逼狗你上很多興趣班 逼狗你可能讀某一科 有些人很可愛的 兒子一定要讀醫 或讀什麼 幫你安排好了 很多這些人 我身邊都有這些人 而他們是不會怎麼反抗 就是覺得 算了我媽媽這樣說 就有他 我有個兄弟 其實都不算兄弟的 朋友仔 不是說真的好兄弟 是男仔來的 那他呢 就是他媽媽 就很想去讀那些 就是學做生意的那些東西 就是他媽媽就認為 打工 無論出頭 一定要學做生意 那但是呢 我那個朋友仔 他的興趣就是音樂 他本身是希望 就是進去那些 讀音樂的那些學校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總之他跟我這樣說過 那他就說 對結他有興趣 想翌日是 從事相關的工作 那樣 但是他家人當然是不支持 他家人就跟你說 屌你我什麼是為你好的 你相信我 什麼什麼 結果他就抑鬱 是不是 多有趣 真是為他好 這件事 你真是為他好 你不用逼他 其實 你真是為了他好 你可能 他可能 留了兩層樓給他 也有 那你就為他好 你真是不要搞這些 那些事情 害死那些弟弟 屌你媽媽 為他好 為他好 還是為了你自己 拿來打飛機 真的很有趣 我不想知道他們是方法錯 還是智力出現問題 但是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 屌你媽媽 你真是為了他好 你讓他發展自己想發展的東西 然後你就去支持他 而不是逼他做一些他不想做的東西 對 就是這樣 而一個再現實一點的問題 就是剛才我講到 說關於錢的問題 有很多家長覺得 嗯 他將來賺錢能力就會好 可以跟別人競爭到 好了 這樣那樣 但是他們沒有想到一件事 就是呢 有很多東西不是這樣的 而且你一涉及到錢 就繞回去我剛才講的問題 如果你真的覺得錢 是能夠幫到你的小朋友 走得好的 即未來會好的 那你應該是你努力賺錢 而不是逼他小孩去做一些他不想做的東西 就是這樣 那今天呢 節目的時間差不多了 沒什麼特別 那照舊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呢 就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就是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